现在我正式宣布北美艺术群英联谊会 2016年3月19号正式成立 谢谢在成立错位阶段和建精英和建团体 对我们的帮助 各位艺术界的精英支持 我们要在西亚图创建一个艺术商高大商 同时在歌舞和其他艺术商 有坚持的群众基础的这么一个团体 现在今天我们跨出第一步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出的大会 来了以江泽户同乡总会 新潮移民之家 明日中华 天津同乡会 和北北河南总会 陕西 陕西 同乡会 还有 五令五集团 以及我们的文艺 团体兄弟们 西哥 西华 等等 我们的朋友 来了 各界的朋友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 也得到了很多朋友 对我们的 祝货和支持 有表示祝货的 发来获信的 有广州同乡会 有中国桥连华桥委员 方伟霞先生 有我们的美丽顾问 崔宝英先生 有中国第一南高音 戴宇翔 戴宇昌哥 结婚的总裁 三大郎南高音的首席执行官 王辉 他们发来的核心和此 选择十当的时候 跟我们合作 开发发展西亚湖的声乐 艺术领域 另外发来 组合的有 华州社团联合总卫秘书场 华英艺术团团长 下面 有后来 组合的有 亚马逊公司副总裁 老师 还有长城投资计划 以及 DELTA公司的 华州代表和开启部 谢谢 这些 朋友们 给我们支持 下面 请 委员 艺术全年委员委员会会长 五奖 支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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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